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和 在包饺子咯,现在调一下味道 我拿这个瓶子装的是酱油 然后倒点蚝油 放点盐,放点那个鸡筋粉 在一起拌拌拌 这样比较容易倒了 韭菜玉米不过馅的啊 爷爷你说想吃玉米馅的是吧 嗯 玉米的还没有不过 等妈妈把这个包的差不多再薄一点玉米的啊 再放点盐 再放点油 哎呀 这样子包了它就好一点 这也是我在抖银上面洗一洗的哈 放到这里来吧 放好坐着,没有那么热 我拿这个对着吹鸡粉散好 搅拌均匀 哥哥,嗯? 你是不是过两天要回家啊? 嗯 回去过节是吗? 是 好嘞,到时候你想放啊 你就跟妈妈讲,妈妈去接你啊 哦 还是有点热哦 嗯 嗯 最近是那个高温天气 所以就比较热,气也比较高 差不多都搬好了 等下看一下不够的味道 不够在家里面了 这个线已经搬好了 哎呀 请了个童工帮忙包饺子 怎么妹 你睡的头发都烂烘烘的了 看一下你包的怎么样了 捏紧点吗 啊 这么认真啊 哦 这样子捏是吧 哎呦 吃谁教你这样子做的啊 自己 自己是吧 捏紧也好看啊 等一下绑好就放到这个盘子里面啊 让我们再拿去冰箱里面冻 哎呀 包的一个了 加油 对了 不用把那个线打的太满啊 看一下这是猪妹妹包的饺子 还可以哦 那我们就先包饺子先咯 等一下再薄一米来包啊 嗯 哥哥帮忙拨一米 在这里太热了 你先拿回房间拨吧 拨好再拿出来给妈妈啊 哥哥 拨好我不要把盘子打烂的慢点啊 等一下就有饺子吃哦 哇猪妹妹好速度又包的一个了 哇这个形状更加漂亮 是吧 嗯 你这个弄得像有点像元宝一样哦 嗯 好棒好棒 这一排是我包的 这里是猪妹妹包的 还做了几个小笼包是吧 加油啊 嗯 包自己喜欢的形状啊 嗯 等哥哥拨完一米就包点一米线的啊 嗯 等会吃足的饺子还是吃真的饺子 好嘞 好嘞 好喝吗 喝完继续开工了嘛啊 包饺子了 嗯 刚刚把这一米倒进来拌在一起了 等装完一盘再放去冰箱冻着 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 OK了 你还要包小笼包吗 哦 OK啦不要包太满哦 这个皮有点小 看一下紫妹妹是怎么包 小笼包呢 哟 有模有样 是谁教你的 自己 自己啊 我自己看来看去 好久学会了 哇 这么棒 这次这个线是不是有点多了 不是 这个玉米太大了 玉米太大了 我也是第一次包这个玉米线的饺子 我也搞不懂 应该这要 玉米要搅一下的是吗 再把它塞到里面去 摁住它 对了 塞到里面去摁住它 又跑出来了 看着都紧张 得不得 不要一个了 把一个放回锅里面 对了 太满了 这里还有一个写出 好像是漏风了 漏风了 哇塞 好漂亮的小笼包 今天跟妹妹在包饺子 妹妹在包饺子 哇好棒 又得一个了 等钟马龙在哪去听哦 看着再放一点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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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们的关注一下 哦 这个有点满 跟你一样包得太满了 对吗 我帮我买的都是 因为是帮我买的 对 好的包 慢慢弄就可以了 包饺子很容易的哦 那这个有点像小笼包啊 是不是 我包的肥肥的啊 我包的馅比较多 感觉像河迪茶 还蛬 看一下 我把它捏紧一点 ok的